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8月29日结束四天访华行程之际 华为公司推出新款旗舰产品Mate60 Pro智能手机 有分析警告说 华为这款手机可能至少部分涉及美国技术和零件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美国需要就华为这款手机的性能和构造获取更多的信息 以决定是否有任何公司绕过美国对半导体芯片的出口限制 制造出用于华为手机的新芯片 有分析说 这款手机装有中芯国际制造的芯片 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9月6日 呼吁停止向中芯国际和华为出口任何美国技术 纽约市政府9月6日宣布严打汽车盗窃案件 据市警局统计 截至9月3日 全市街头汽车被盗数目达到10632辆 比去年同期的8953辆增加了1679辆 其中有以韩国企业和现代汽车失窃最多 共计有2000辆被盗 比去年同期的300辆增加了6倍以上 市长亚当斯表示 社交网络上病毒式传播的倒车挑战赛是罪魁祸首 刺激青少年不断模仿网红去盗窃车辆 在过去一年里 超过51%的作案者不满18岁 约88%不满25岁 市府宣布从即日起组建一支专业市警团队 在全市77个辖区各部署 一辆配有专业识别器的警车 全天候巡逻搜索被盗车辆 与此同时 市警局将采用监控 证人勘察等加强证据搜集 积极利用车牌识别器扫描收车场 废车场和已知的热点区域 增加对可能未被窃车辆的监视 以防止犯罪者返回车辆 市府也新增教育规定 汽车经销商需要向消费车积极宣传汽车窃到问题 鼓励新车主在买车时安装追踪设备 今年7月 南加州奇诺谷学区教委会通过决议 如果学生被认定为跨性别者 老师必须及时通知家长 此举引发极大争议 加州检察长罗伯邦塔发出警告 认为该政策可能非法 圣伯纳迪诺县高等法院9月6日裁定 奇诺谷学区应暂停执行这项新政策 奇诺谷学区是最新一个将LGBTQ家问题 在教委会上讨论的学区 首先限制在课堂可以展示的旗帜 不允许展示象征支持LGBTQ家权力的彩虹旗 随后提出了通知家长政策 法院的裁决随即引起各学区高度关注 家长的反应也是两极风化 有家长表示 教育孩子必须有家长参与 并且与教师合作 为所有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学习空间 学区这项政策破坏了家长、教师和学生间的信任 而将最脆弱的学生们曝光 也有家长认为 作为孩子监护人有权之情 学校理应及时通知父母 法院的裁决令人失望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9月7日发布报告称 2023年下半年 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将对重要农作物造成损失 包括水稻、牧鼠、玉米、油棕和水果等 预计损失总值约为480亿泰铢 其中稻米方面的损失最大 约占农业部门损失总值的80% 泰国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 稻米减产将对国际大米市场产生影响 由于雨季道和汉季道都遭受损失 2024年泰国稻米欠收程度 可能接近或大于2015年